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才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絲 OK 現在我們要開箱的是我們的 這個佳美樂出的這個 Smile 360的自拍棒 那這個自拍棒呢是 大絲當初在4月多的時候買的 華碩Land Phone 5的時候 官方贈送的贈品之一 也只有這個啦 然後當時因為太多人買了 所以大絲到6月15號冬午節的時候 才拿到這款自拍棒 那我拿到的是白蛇 因為他是隨機贈送的 那他大概就是他可以立起來 他是一個簡單方便攜帶一個 可以當作立架的這個自拍棒 那他可以用藍牙配對 不用像一般的是用耳機線去插著 我們可以用自拍棒的藍牙的方式去做連 跟手機做連接來拍照 那他這邊有一些自拍棒的使用方法 那基本上就是 嗯 固定手機、藍牙配對、拍照等等 好 那 這邊說明書其實也不用看啦 因為大部分 就是拆開來用就對了 好 那我們來 看一下我們的本體吧 好 本體的話裡面是一個 純白的一個顏色 廢話 應該白色的不然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 打開來的話 是 嗯 這邊的話 是放手機 然後他可以左右 360度的旋轉 所以他來說主打就是 360度 但是呢 你手機太大隻 你放在這邊 你轉會 他沒辦法放手機 再跟著轉 這個是我覺得 這邊跟這邊的距離 太接近了 所以 這算是他的缺點啊 然後當然就是因為 華碩這款手機是 旁邊是電源鍵 跟音量鍵 所以 你在放的時候 你放卡住的時候 要 卡 要小心一點 不然他會 會 碰到我們的音量鍵 跟電源鍵 好 然後他一樣是有個卡存 然後其實 一般來說 在卡的時候 算是 還算 是 容易卡進去的 好 就像這樣 好 這樣就卡進去了 OK 然後他一樣可以拉長 好 我們拉一下 然後他可以旋轉 喔 可以這樣旋轉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啊 可以這樣旋轉 以至於調整 調整他的方向 像這樣 調整方向 然後可以這樣子轉 所以我覺得 還算OK 然後像這個的話 呃 比如說 我們要打開 就這樣輕輕推一下就好了 推一下 然後呢 他就可以拉長 有沒有 他就可以立著 只是 風太大的話 他可能沒有辦法 完全立好了 好 等一下我們要看他整體的立的樣子 然後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 藍牙的自拍棒 自拍的這個 藍牙傳輸的東西 那 他就長這樣 然後呢 你要配對的話 大師那時候以為按一下就可以 其實 欸 我以為他按著耶 呵呵 因為那時候我是連 我是按著 連 就是按著不放啦 然後我們跟他手機配一下對 那 手機配對 好 我們等一下藍牙 好 現在打開 那閃爍的時候 就是可以搜尋到這個裝置 好OK 然後我已經大師已經 大師已經配對過了 所以我們 直接點進去就好了 好 這樣就配對成功 他只要藍燈很閃的話 就代表 配對成功 呃 畫面上可能看到 可能是綠色的 好 不過他看起來是 他是實際上是藍光啦 那我們看一下有沒有配對成功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隨便 拍張照 按下這個 好他就拍到了 好 所以藍牙這個 不過這個要小心啊 不要弄丟 好 再來是 這個是要 這個藍牙的這一支 按鍵呢 是要充電的 有一個 有對到焦嗎 有 他是Micro USB的 那他可以接 我們的電源供應器去供電 讓他充電 是OK的 也可以接我們電腦上面 那記得充電 不然會 你沒辦法用 無限藍牙的自拍棒 這個功能 你這樣弄手按了 等於沒有用 OK 然後再按一下 喔 要一點 按著 欸是按著 按著最後分掉了 OK好 那記得把它拆回去 OK 好 好 那他自拍棒 就是整體的長度 大家都長這樣 好 可以拉到這麼長 不過他這個其實 非常脆弱 他只要 欸 碰一下 他其實都快倒快倒了 所以這個 不過大隻放從上 所以他比較 不容易 不容易 穩 好再來是 手機 我們看一下手機 放上去的效果怎麼樣吧 好 那 放好 放上手機 就是長這樣 就是長這樣 基本上 還可以拉 然後 如果是手持的話 就把這個 抓起來 收進去 好 這樣就可以變手持的姿勢了 然後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 手機 熬過來 因為大隻像是 拿手拍攝的 好 把他熬回來 好 這可以做自拍的動作 不過現在大隻是往前拍的 然後 不可以看他有個地方 因為大隻腳也太亂 好 然後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好 好 可是你 其實他中間那個 那個支撐的桿子 其實蠻穩定的 你其實這樣轉移沒關係 他基本上 不會掉 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的 做自拍的動作 好 所以這個基本上 好像很穩定 不過 呃 因為這支畢竟是正品送的 所以 也不能拿太高 標準的 去看 看待這支自拍棒 不過 不過 平常使用 大師覺得 華碩這次送的這個支拍架 算是很有誠意 雖然等了很久 好啦 那這次的 分享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到影片的右下方的 訂閱按鈕 按小訂閱 旁邊的鈴鐺記得打開 這樣我更新影片之後 你就追蹤到最新的消息囉 謝謝大家 這幾個收看 謝謝拜拜